課本五之三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從這段影片開始 就要跟各位開始講課本五之三 也就是Special Functions 我們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其實我們在講第五章 微分方程的數列節 主要就是要來講這些 特殊的微分方程它的節 那當然就是說 在我們跟各位介紹以後 那你以後看到這些微分方程的話 你直接就可以把它的節 拿來用了 那可是呢我們就是藉由這一章的介紹 讓大家知道說他們的節 其實是用數列的節方式 數列節的方式求出來的 那我們會把這些 微分方程 特殊的微分方程的節 那甚至他們會有特殊的函數的名字 那所以這個我們會拆成 比較多段影片來講 因為就是內容稍微長一點 那所以呢 我們今天第一個要幫 跟各位一起來解的就是 Besels Equation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開始囉 所以五之三我們的重點 是在講Special Functions 那我們第一個要來解的呢 我們第一個要來解的呢 就是 Besels Equation Besels Equation Order New New 那這個New的話 New 應該是 應該是希臘字母嘛 對不對然後 尤其是最近有那個 武漢肺炎的時候 那大家應該就會 現在有很多變種嘛 然後所以都是用希臘字母 所以大家可以趁機用 這個機會來學一下那些希臘字母 唸 可以去找個表啊 這還蠻重要的 所以這個唸New 那 Besels Equation Order New它的樣子 是這樣 所以呢 隨著我們解下去 我們會發現說 根據這個New的值 如果不一樣的話 那這個Besels Equation 其實它的解會有一點點變化 好 那首先呢就是說 如果我們把這個分方程 其實沒有嘛 它就是一個二階的 殘微分方程 可是呢很明顯 它這個Coefficient 是所謂的 Variable Coefficient 那我們知道就是說 這種高階的 二階以上的 如果是Variable Coefficient的話 其實 我們可以解的形式有限 像之前我們有看過 那個Cauchy Euler Equation 這個有點像 可是就是因為這裡多了這一項 那就把事情搞砸了 那 那 所以就是說 因為我們首先把它變成標準式 然後整個式子 除以X平方以後 你就會發現說 這裡分母就會有X 然後 這裡分母會有X平方 那不過呢 根據我們在前面跟大家介紹 就是說 我們會喜歡 以X等於0為中心 展開的數列解 然後來想辦法去求嘛 可是呢 我們剛剛做這件事情 就是把它變成標準式以後 然後我們會發現X等於0的話 事實上是它的一個Singular Point 可是呢 我們知道說 這個除下來這裡 X 再分母最多到一次方 然後在這邊 這一項的話 除過來以後 分母最多到兩次方 所以呢 我們知道說 X等於0 就說 如果我們要來解它的話 現在要來解這個 微分方程的話 首先呢 我們知道說 X等於0 它是一個 Regular Singular Point Besos Besos Equation 那所以呢 根據我們在 5-2 跟大家講的那個 Frobenius 定理 我們就知道說 一定會有一個解 至少會有一個解 它的形式是這樣的 Y等於 X的 N加R次方 所以也是 可以把它寫成 數列解的形式嘛 那我們之前有特別 跟大家提到就是說 在Singular Point 的時候 那跟之前 之前的Regular Point 的時候不一樣 就是說 我們在這裡的話 那個 就是多加了一個 XR次方 然後那個 R的值呢 我們也是之後 要想辦法把它 解出來 那所以呢 接下來就是說 我們知道它至少 會有一個解 是這樣的形式 那我們就把它 帶到原來的 微分方程嘛 然後試著把R 跟那個 係數C 通通把它找出來 那這樣 我們把它帶進去 解出來 以前 以前呢 我們就先跟大家講一下說 那我們 等一下用這個方法 把這個Bessel's Equation 解出來以後 然後 那它的 它的解 這 微分方程的解 呢 它的Solutions 有特別的名字 它叫Bessel Functions 那其實Bessel Functions 各位 之後 在很多領域 常常看到 你要知道說 Bessel Functions 其實就是Bessel's Equation 的解 那當然就是說 根據這個Bessel's Equation Different Order's New 那你的那個Bessel Function 它也是會有不同的Order 那就是根據這個New的值 來決定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解下去吧 在這之前 我先去換個墨水 所以換回來 所以就是說 我們把這個 我們假設的數列解呢 就帶回來這個 原來的Bessel's Equation 那真的就是 一項項把它寫出來 所以呢 我們知道說 如果我換完墨水以後 非常的難 所以我們把它做了兩次微分以後 所以呢 就是 x 的 n加r次方 然後就要-2 可是我們這裡還要乘x平方 所以是x的n加r次方 然後 下一項 是這個 所以是一次微分以後 再乘上x n加r 然後後面呢 這個會有兩項 一個是我們直接把x平方乘進來 這個數列 然後一個呢 就是 直接前面乘上-n的平方 -n的平方 所以我們有這幾項 那記得呢 我們之前就是有特別跟大家講說 我們算這個 用 根據Forbenius Theorem 然後知道說它一定會有這樣子的解 然後我們知道說 在這裡呢 我們除了把cn找出來 然後把r找出來 那要怎麼把r找出來呢 其實我們找的就是這個 數列解 我們把它帶回去 原來的方式以後 就是x的最低 最低次方向前面的係數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來 如果我們把n等於0帶進去的話 那x最低次方 就是x的r次方 然後這裡的話 n帶進去 它也有x的r次方向 這裡n用0帶進去的話 它的最低 是x的r加2次方 所以不要理它 然後這個n等於0帶進去的話 那它最低的次向 也是x的r次方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a那x的r次方 就是 這四個 power series裡面的 最低次方數的內向 那我們就把這個係數 統統收集起來 所以呢 對應的是 n等於0帶進去 是c0 然後呢 會是 n等於0 這是n等於0 所以就是r 乘上r-1 就是r平方 減r 然後這裡的話 這裡 n等於0的話 也有一項 n等於0帶進去的話 所以你發現說是c0 所以一樣 這裡也是有一個c0 然後n等於0r 加r 然後最後一項 一樣 它也會 n等於0帶進去 這裡也有c0 然後要減u平方 減u平方 然後乘上x的r次方 所以記得這個就是 所謂的lowest power of x 所以這就是我們之前講的 所謂的inditial equation 所以藉由這個inditial equation 我們就可以把 數列解裡面的r 給求出來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說 想要把剩下的東西給合併起來 那所以呢 因為他們每一項都有xr次方 然後我們就先把xr次方給提出來 所以xr次方給提出來以後呢 那我們可以把幾個 我們可以把幾個先合在一起 比如說像這個跟這個 我們可以先把他 合在一起 然後還有這個 因為這幾個 你看嘛 他們都是x的n加r次方 x的n加r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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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他們的 summension index 都是從n等於0開始 然後到無窮大 那就是說對於這三個 數列 我們剛剛都已經把最低次項 也就是xr次方內向提出來 那也就是對於n等於0的內向 那所以我們說 接下來要把這三個 series 合在一起的話 我們就是從n等於1開始 所以我們n等於1開始 然後剩下的 其實我們係數 就把它照抄了 他們通通都有cn 的那個係數 然後呢 所以這個係數是這樣嘛 就是 所以這個也是直接照抄過來 n加r n加r-1 然後加上這一項 加n加r 然後直接把這個抄過來 減1或平方 所以是x的 n次方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 把那個x的r次方給提出來 然後這個 這個我們 因為這個呢 他比其他的每一項都多了一個 x的平方 就是多了這個x平方 所以我們先把它另外寫 那我們也是先把x的r次方 先把它提出來 所以現在變成這樣 所以現在變成這樣 所以呢 如果我們把那個 所謂的lowest power of x 這個係數 再稍微整理一下的話 我們會發現說 它就是 c0乘上r平方 減n平方 乘上xr次方 所以就是lowest power of x 然後後面這個係數呢 再把它整理一下 就是x的r次方 然後summension n的1到1到 cn 然後我們把這裡 就是算一算 乘一乘以後 我們會得到它是 n加r的 平方減n平方 xn次方 然後後面內向 我們還是照抄 然後後面內向我們還是照抄 然後接下來呢 從這裡的解 我們就從 欸知道這個indicial equation 它告訴我們說 r有兩個可能 一個r1 它就等於new 然後另外一個呢 r2 它會等於 2new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說 我們繼續解下去 記得我們把那個 bessels equation 先抄在這裡 就是說 不要算到最後 忘記我們是在求bessels equation 的解 解 所以我們是假設解這個形式 帶進去 然後接下來我們繼續 就是說 好 假設 r 1 w new 的時候 也就是說 我們先考慮 我們的r等於new 啦 因為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 那這個式子 會變怎麼樣 所以如果r1 也就是r等於new 的話 這一項就不見了 所以呢 這個就變成 x的 new 次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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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係數,因爲r現在變ν了 所以就變成 我可以把它乘開 就說你看我現在這個r變成ν了 所以是n加ν的平方 減ν平方 因此這一項就會變成 n 然後n加2ν 對,因為是n平方加2ν 加ν平方減ν平方 所以ν平方消掉了 所以我們就得到n平方加2ν 那所以我就可以把它寫成n加2ν 然後x的n次方 然後後面那一項呢,就一樣 n等於0到5重大 cnx的n次方 然後接下來呢,跟之前 一樣啦,就是說那我們要想辦法 把它那個係數一樣的次項 去把它把它寫下來 不好意思,我剛剛漏掉了這裡都忘了寫n加2 難怪怪怪 所以這裡都加2 所以這裡有n加2 就是說我們剛剛把這個x的r次方 提出來以後 然後剩下的是 x的n加2次方 這是x的n加2次方 所以接下來呢,就是說 我們想要把這兩個power series 去把它合在一起 那所以一樣我們也是要所謂的 shifting the summation index 那首先呢 我們就看說 這個如果我把n用1帶進去的話 它是從x的1次方開始 然後我把這個n用0帶進去的話 它是從x的2次方開始 所以我們就是先把多出來的內向寫出來 所以他們都可以把x的n次方提出來 那多出來的就是n等於1的內向 我們就先把它寫出來 所以就是c1乘以1 然後乘上1加2N 所以乘上1加2N 然後x的1次方 所以這個是多出來的 然後剩下的 就是這個power series 從n等於2開始 到無窮大 cn n加2N 然後x的n次方 然後x的n次方 我們已經把它提出來了 所以現在這兩個power series 它們都會從x的2次方開始 然後一直到無窮大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這兩個power series 合起來 那我們用之前的方法 我們就是說去改它的subvention index 所以呢我們在這裡 link k 就等於n 然後我們在這裡 link k 等於n-2 所以我們可以把 後面那兩個power series 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可以把 1加2N c1 x 然後後面那兩個power series 就會變成 所以你看我們在這裡 如果定 k等於n-2的話 那這個 它就會變成 k從0 去做 三面全 做到無窮大 然後呢 這個c 所以n的話 n就會變成 k加2 然後n加2N的話 就會變成 k加2 加2N 然後呢 然後呢 後面的這個 因為k等於n 所以就是ck 然後呢 我們把這個係數 統統合起來 然後它們都是x的k次方 所以這是我們之前用過的 就是shifting summation index的技巧 然後也就是說 如果在r1等於n的狀況下 記得 我們是在解 Bessel's equation 然後因為我們知道 x等於0是一個regular singular point 所以根據Frobenius theorem 我們知道 一定會有一個這樣子的形式 至少會有一個這樣形式的解 我們就把它帶進去 把它帶進去以後呢 從x的 就是the lowest power of x 我們可以去找它的indicial equation 就知道說 這個位置的r是什麼 rk等於n或者是-n 那我們先考慮說r等於n的狀況 我們帶進去 那因為記得吧 我們現在已經把r求出來了 我知道說它是new 我們剩下的就是把c求出來 然後從這裡 因為我們知道說 帶進去以後 它要滿足Bessel's equation 它要等於0 那根據我們之前的identity property 我們就知道說 那這每一項的係數 統統要等於0 那所以從這邊的話 從這個關係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這些係數c 給求出來了 所以到這邊就是跟之前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說 我們這樣子好不容易整理出來以後 那我們來看看說 這告訴我們c之間有什麼樣的關係 我們可以如何把c給求出來 所以從這裡我們得到兩個關係 一個是1加2new c1 記得在這裡的話 這個new 我們已經知道了 雖然你在這裡算好 你不知道new是什麼 可是事實上就是說 我們看到這個Bessel's equation 的時候 那你就要假設說 在這個Bessel's equation 人家已經告訴你new是什麼了 所以我們就得到了這個關係 一個是1加2new 乘以c1要等於0 然後一個是k加2 然後乘上k加2加2new 然後乘上ck加2加ck 那也就是說 我們還可以把這個 改寫成一個 就是ck加2跟ck的關係 所以這個關係呢 就是可以給k等於012 都可以用 那首先呢就是說 因為我們不知道new是什麼 不是啊 就是說從題目裡面 我們已經知道new是什麼 那就是說假設我們new不會是等於0的話 如果new不等於 因為如果new等於0的話 那那個形式就是那個 我們之前講過的carsial equation 那那個我們有辦法解 那如果new不等於0 這個要等於0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去選擇 可以讓c1等於0 那就可以滿足上面這個條件 那滿足上面這個條件 以後呢 我們一選了c1等於0 我們來發現 從這裡 因為我們知道說這個關係 讓k等於0 1 2 3 4 通通可以用 所以你看我c1 1等於0之後 那我就知道c3 就會等於0 然後c3等於0的話 c5 然後所以就1357 通通等於0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 c3等於c5等於c7 通通都等於0 所以就是說 我們假設 因為我們解出來知道說 r會等於new 或者是-new 然後我們讓r等於new 代進去以後 然後我們來求這些係數的關係 然後我們發現說係數要滿足這兩個條件 那要滿足這兩個條件 我們讓c1等於0的話 那再根據這個地回關係 我們就發現說這些 這些 奇數次方的係數 通通會等於0 那我們來看一下 偶數次方的係數 所以偶數次方的係數 對應的就是k等於0 2 4 這樣一直下去 可是這樣有一點點麻煩 我們還可以 去重新定一個新的係數 叫做n 那n跟k的關係是什麼呢 就是讓k加2 會等於2n 然後n等於1 2 3 你看嘛 就是說我們本來要考慮的是偶數的k 0 2 4 6 可是呢 如果我們定k加2等於2n 然後讓n等於1 2 3 4 5 那就是說你看我n等於1 帶進去的時候 對應的就是k等於0 然後n等於2帶進去這個關係的話 然後對應的就是k等於2 然後n等於3的話 對應的就是k等於4 所以我們只是說 又把那個 它的index又稍微改了一下 那如果我們這樣令的話 為什麼這樣看起來漂亮呢 就是說 那ck加2就可以寫成c2n 然後呢 它跟前一項的關係 ck的關係 現在就變成c2n-2 然後呢 它的分母 現在也是k加2 所以就是2n 然後後面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k加2 改寫成2n 然後2n加2n 我們可以把2提出來 所以就變2的平方 所以我們就得到了c2n跟c2n-2之間的關係 那在這邊你就記得 new反正是一個固定的字 然後這個關係的話 就是n等於123通通可以用 那我們一般就是說 寫出了這種關係以後呢 我們最喜歡做的事情 就是 多寫幾項看看 所以記得就是說 現在那個 基數 四方的係數都已經可以不用管 因為它們通通是02 然後我們現在得到這個關係 所以我們就呢 先寫一下 比如說 c2 就會等於 負 c0 然後 2的平方 乘以 乘以1 然後乘以 1 加 nu 因為n等於1 這就是n等於1的時候 然後 如果是c4的話 c4的話 就是n等於2 所以我們知道說 它會是 負 c2 n等於2 然後這裡是 2的平方 乘以2 然後乘以2 加nu 就是把n用2帶進來 可是呢 我們又可以把c2 用這個關係去取代 所以它就會變成 所以它就會變成 c0 然後去除以 2的4次方 乘上1 然後乘上2 乘上1 加nu 2 加nu 然後如果我們把這個關係 一直做下去的話 到了 c2 n的話 就會發現說 它可以寫成 負1的n次方 乘上c0 所以 2的2n次方 乘上n階乘 然後乘上1 1加nu 2加nu 一直到n加nu 然後呢 這個關係就是 n等於1 2 所以其實 得到這個關係 我們就已經 算完了 因為我們知道說 它的解就是這個形式 然後我們現在已經知道說 像我們這裡計算的是說 我們已經知道 r等於 那個 nu 當然r如果等於 負nu 因為我們剛剛知道 r可以等於 或負nu 負nu的話 有另外一套解 其實類似的 我們現在 只是算r等於 nu的時候 給大家看 然後 我們也知道說 如果 n是那個 在這裡 在這裡的n如果是 激數的話 通通它的c 通通是0 所以我們在這裡已經把 偶數次方的 所有的係數都找出來 然後 唯一 可以隨便亂選的 就是這個c0 那本來嘛 我們也知道說 這個二階的溫方程 它應該要有兩個線性 獨立的解吧 然後兩個線性可以 隨便選係數 所以在這裡 我們本來就有 空間可以隨便選c0 所以在這裡我們又要多跟大家介紹一個東西 就是說我們這個c0如果選得漂亮的話 那我們可以讓這些係數看起來更加的精簡 所以我們在這裡做的事情是選擇 c0等於1除以2的nu次方 然後這裡又是一個希臘字 這個是Gamma Gamma的大寫 Gamma的小寫 就是像R一樣 如果各位有印象的話 就 你可以去翻一下 但是大家如果是念理工科的 不要那個希臘字母都亂念 不要亂念的意思是說 你不要聽我念什麼 你就跟著念 因為搞不好我也是亂念 所以應該要自己去查一下 等現在什麼 都很容易查到什麼發音嘛 所以我們在這裡呢 是定c0的 1除以2的nu次方 然後再除以一個函數 所謂的Gamma function of 1加nu 那這個Gamma of 1加nu 它是Gamma function 那為什麼我們會去選這個Gamma function 因為Gamma function有以下的特性 比如說如果你是Gamma of 1加Alpha的話 它會等於Alpha乘上Gamma of Alpha 那因此呢 因為利用這個特性 那如果是Gamma of 1加Nu加1的話 那我們就會知道說 那我們就是把這個Alpha改成Nu加1 所以它就會變成 1加Nu of Gamma 1加Nu 2加Nu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寫成 2加Nu 然後呢 Gamma of 2加Nu 然後呢 因為Gamma of 2加Nu 這就是Gamma of 2加Nu 所以我們又可以再把這個結果 再拿來用 所以它就會變成 2加Nu 乘以1加Nu 乘以Gamma of 1加Nu 所以這樣子有什麼好處呢 我們會發現說 你看我們這樣弄出來的這些東西 正好跟這個一樣 因此呢 就說 有了這個定義以後 我們就發現說 我如果這樣子選了C0以後 我可以把這個C2N 其實它就會等於-1的N次方 然後 2的2N 加Nu 然後 然後 你看我們這裡已經這樣選了 所以就是這個2 我們選C0等於 1除以2的Nu次方 乘上Gamma of 1加Nu 所以這個2的N次方 跟2的2N次方就會合起來 變成2的2N加N次方 然後呢 N階層還在 然後呢 現在就是變成Gamma of 1加Nu 乘上2加Nu乘上3加Nu 然後一直加到N加Nu 可是因為我們發現說 它有這個關係啊 就是 1加Nu 2加Nu乘上Gamma of 1加Nu 就可以把它改寫成Gamma of 1加Nu加2 所以就是說如果我們把這一堆東西 都跟這一項合在一起的話 那最後它就會變成Gamma of 1加Nu加Nu 所以就變得很簡潔 就是說我們可以把這一些連成基 連成的結果寫成一個Gamma function 那當然也是說 它一開始要有一個Gamma of 1加Nu 然後跟這一東西連成 最後會變成Gamma of 1加Nu加N 所以就是說它的係數我們 因為我們知道說它的解 Y寫得太稠 Y寫得太稠 它的解 現在呢我們已經知道R是什麼了 就是這樣我們在這裡算了 R就等於Nu嘛 然後呢在R等於Nu的時候 它的係數 每一項就是這樣 它是N的1 2 3 也就是說它的每一個偶數次方向的係數 通通求出來 然後呢 極數次方向的係數就通通為0 那就是說在我們繼續往前以前呢 我們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這個Gamma function 它有這樣子的特性 那它的定義 它是Gamma of x 其實是一個積分 然後呢 你帶進去 你會發現說Gamma of 1 那就是 0到無窮大 Exponential-t dt 去把它算一算 就會發現說它是1 然後呢 你看如果我們利用這個 我們剛剛跟大家講的這個特性 那Gamma of 2 Gamma of 2的話 就是讓這個Alpha等於1 就是1乘上Gamma of 1 所以 它就會是1 那Gamma of 3的話 它會是什麼呢 你看我們利用這個關係一樣 所以它就會是3 3乘上Gamma of 2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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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上Gamma of 2 那因為我們已經知道 Gamma of 2也是1 所以就是變成2乘1 那一樣的道理就是說 如果是Gamma of 4的話 那就是3乘上Gamma of 3 所以就是3乘2乘1 所以其實就是3階乘 那因此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Gamma of 2 N加1 其實就是N階乘 所以再跟大家講一下 Gamma function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回到 Gamma of 2 Vessels Equation 的解 所以記得這個是我們剛剛算出來的 C2N 然後N等於123 把這個框出來 Vessels Equation 所以就是說我們可以把它的解 這個Vessels Equation的解 寫成這樣 那記得 那記得因為那個 激素 四方向的 係數通是0的嘛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解成 2N 反正現在N等於0到無窮上 就是直接把這個 抓過來寫 然後2N 也就是說N 可以等於123 這樣一直出去 可是呢這個 就是說我們這邊的N 我們只要考慮它是偶數次項 就好 那我們知道對應每個偶數次項的係數 就是我們剛剛算出來的這個C2N 那我們把這個解 給它一個名字 叫做Vessels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過 Vessels Equation的解 叫Vessels Function 然後這個叫Vessels Function of the first kind 那當然 我們把它叫Vessels Function of the first kind 就表示說 之後還會跟它講 它會跟大家講 至少它會有Vessels Function of the second kind 不然為什麼會有first 對不對 那我們給這個名 給它一個名字 叫J J new 所以它會根據你的 不好意思 我們剛剛已經算出來 喔它是new 所以根據你的new的值不一樣的話 它這個 Vessels Function 就會不一樣 所以它是什麼呢 我們再把這個係數帶進去改寫一下 n等於0 少無重大 負1的 n次方 然後呢 n階乘 然後這是gamma function 1加 1加 n 然後呢 在這邊 我們就是把這個2的2n加 n次方 跟這個x的2n加 n次方 去把它合在一起 所以是x除以2的2n加 n次方 所以就是說以後各位看到Vessels Function of the first kind 那當然你看到的都會是j new bnew 可是事實上就是說 其實它是這樣子的一個 power series 那你看你的new的值帶進去 如果不一樣的話 那你去把這個formation做完的話 那你的power series 算出來的 形狀就會不一樣 所以就是說 根據new的值不一樣 那你這個Vessels Function 就會長得不一樣 那這個Vessels Function of the first kind 我們知道說如果new 大於等於0的話 那它至少在 從0到無窮大的區間內 它是會收斂的 那在這邊呢 我們就直接就是 就不算了 就是說那它還有另外一個解釋 就是說如果 r2等於-new 就是我們剛剛解的過程呢 我們是先考慮r等於new 可是呢 r還有另外一個可能是-new 如果是r2等於-new 那你有興趣的話 那你可以重複我們剛剛的過程 那我們去解出來 你會發現說 欸 它也是可以解出一個power series solution 然後我們把它叫j-new x-x 它形式是很像 -1的n次方除以n階層 然後 dama function 1-new 加n 後面這個一樣 這應該可以不用 把它擦掉 所以是這樣 所以就是說你把 r用不同的值 一個是正new 一個是負new 帶進去 然後你就可以得到 兩個power series solution 可是呢就是說 欸我們之前有跟大家講過嘛 其實我們在 解那個 在講那個frobenius theorem的時候 然後我們有講過這個indicial equation 其實很重要 那 根據 r1 r2之間的關係 那 像我們之前有跟大家講三個狀況 如果大家回去看一下課本 或是去看一下 上一段影片的話 我們有跟大家講就是說 如果r1 r2是不一樣 r1r2是相異的 然後呢 他們兩個的差不是整數的話 那事實上你就會有兩個線性獨立的解 可是呢 如果兩個的差是一個正整數的話 那 那就 事情就稍微麻煩一點 就是說 他會有 他兩個解會不太 就是說 他們兩個會是線性 會是線性相關的 那你要用別的方法 比如說 我們之前講過 這個 那還有第三個狀況 就是r1 r2 不過我們在這邊 除非 你的那個 new的預定 那我們不會遇到這個狀況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來考慮說 首先 先跟大家講一下這個 jnew 跟j-new 那所以 jnew 跟j-new 他們叫做 sled قد lights 55 個 var 十分之ите 選擇 Order New and Minus New 那我們現在要考慮的就是說 這兩個New 之間的關係 那我們直接給各位結論 就是說如果R1-R2等於2New 然後這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正整處的話 那我直接就知道說 原來的Basels Equation它的解 就是C1JN 加C2J-N 也就是說他們 JN跟J-N 他們兩個就是Linearly Independent 所以他們兩個就構成了一個 Fundamental Set of Solutions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它去做出 原來Basels Equation的 General Solution 那第二個狀況 R1-R2等於2New 假設說New等於M等於一個正整處 然後它是一個正整處 那就是R1-R2 就是R1-R2 不是一個正整處 那這是R1-R2 是一個正整處 可是這個正整處呢 可以是2的倍數 或者是 不是2的倍數 所以就是說 如果 V是一個正整處 New New New等於M 然後它是一個正整處的話 那就表示R1-R2 它是一個2的倍數 它是一個2的倍數 那 JN跟J-N 它就會是Linearly Independent 所以它們兩個就不是線性獨立 可是呢 如果 R1-R2 雖然是整處 可是它是一個奇數的話 也就是說 那New 就是 一個奇數的一半 也就是它是Half and R Integer 那在這樣子的狀況下 JN跟J-N 它們就是Linearly Independent 所以說 JN跟J-N 在什麼樣的狀況下 是Linearly Independent呢 就是在這個狀況下 這個是Linearly Independent 或者是這個狀況下 那它們對應的是什麼呢 在這裡對應的是說 2N不是一個正整處 如果2N不是一個正整處的話 我們也可以從這裡推斷出 N 它不是一個正整處 然後這裡呢 我們說 N是一個奇數的一半 所以呢 這個N也不是整處 所以就是說 只要N不是整處的話 那我們就知道說 JN跟J-N 是Linearly Independent 那唯一會讓JN跟J-N 是Linearly Dependent的狀況下 就是這個 如果N是正整處的話 那它們就會是Linearly Dependent 那我們就要想辦法再去找 另外一個天性獨立 另外一個天性獨立 所以呢 從我們這裡的討論 我們得到了一個結論 就是說 欸這個Bessels Equation 它的解惠是C1JN 加C2J-N 那其實就是說Bessels 當N不等於整數 當N不等於整數的時候 所以當N不等於整數的時候 那我的Bessels Equation 的解 就是C1JN加C2 J-N 那其實就是說Bessels Function 就是 就是我們剛剛有跟大家講過 Bessels Function就是 就是我們剛剛寫出來的那個Summension 對不對 然後根據New的值不一樣 然後就是把New帶進去 我們就把那個Summension算出來 那我就可以把Bessels Function畫出來了 那所以課盆裡都有啦 那我們在這邊只是畫一下 因為其實就是說 你常常在物理上會 把一個物理問題寫一寫 你就發現說 描述那個物理問題的方程式 其實就是Bessels Equation 那它的解就是Bessels Function 那所以微分方程 去解一解 你就知道說 那個微分方程 微分方程的 數學告訴你說 微分方程的解是Bessels Function 那你在物理上要判斷 哪一個數學上的解 可以描述你的物理現象的話 那你好歹要知道說 這些Bessels Function 長什麼樣子 那這個課本你都有啦 我們只是畫幾個給各位看 所以比如說J0的話 就是New等於0的時候 畫在這邊爛 J1的話 所以這個會是J1 所以就是說 如果是Bessels Function Bessels Function Bessels Function of the first kind of the 0th order 跟First Order 那他們畫出來大概是這樣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在物理問題裡 碰到 碰到Bessels Equation 那你就知道它的解是Bessels Function 可是你好歹 就像你要知道說 Sine Sine是長什麼樣 Cosine是長什麼樣 那你才可以判斷說 比如說Sine 比較可能是你的解 還是Cosine 比較可能是你的解 那像在這裡的時候 稍微要知道它的圖形 前幾個order的Bessels Function 是長什麼樣 那所以呢 就是說 我們解了半天 那終於得到一個結論 就是說 這是Bessels Equation 然後我們知道說 根據Forbenius Theorem 它會有這樣子的解 至少會有一個這樣的解 然後我們去把它Inditial Equation 解出來以後呢 我們就發現說 那這個本來未知的R 它不是Nu 就是-Nu 然後於是我們用Nu的 代進去解一解 我就 其實就是解出了JNu 然後我們讓R等於-Nu的時候 代進去 你就可以解出了J-Nu 所以這個 是原來微分方程的解 這也是原來Bessels Equation 可是我們在這裡 就是稍微去討論一下說 那這兩個解 是不是線性獨立 因為我們在這裡的目的 是要解微分方程 也許你在別的領域 你就只是要把解找出來 你根本不管它是不是線性獨立 因為你也許沒有要求General Solution 可是在數學上 我們要找General Solution 那我們告訴大家說 如果Nu 不是整數的話 那J-Nu跟J-Nu 他們就是線性獨立 那他們兩個就是可以構成General Solution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 如果J-Nu 它是一個整數的話 事實上比如說 像J-1跟J-1 他們兩個就是線性相關的 那我們就要想辦法再找另外一個解釋 不過在那之前呢 如果你知道這個結論的話 好 那今天 我們來舉一個克本尼的例子 比如說 你看到這個 那如果很清楚 看出來說 它是Vecials Equation 然後就是說 你的Nu平方等於2分之1 所以呢 你就知道 Nu 反正就等於2分之1 或者J-2分之1 那你從這裡看出來說 我們的Nu 不是一個Integer 所以我們直接 就可以寫說 這個微分方程的解 就是 C1 J 2分之1 加 C2 J 2分之1 那所以呢 以上就是說 我們今天先跟大家介紹 這是 所謂我們要跟大家講 Special Functions 的第一個 也就是Vecials Equation 那我們就是按部就班 從 Forbenius Theorem來吧 然後一步一步解下來 那最後的解出來 我們告訴大家說 欸 就把 他的解 也就是J-Nu跟J-2 我這裡沒有重新寫了 在書上 還是我們剛剛都有寫出來 就是那個 看起來很長 Summention 然後中間還順便加了個 Gamma Function 因為他 可以讓我們的解 看起來更簡潔 然後 在數學上 因為我們解完方程 就是想要把General Solution 找出來 所以我們會很在意說 J-Nu跟J-Nu 是不是線性獨立 然後我們這一個 第一個結論 就是告訴大家說 欸 如果是Vecial Function of the first kind 然後這個Nu 不是整數的話 那J-Nu跟J-Nu 他們就是 線性獨立的 所以他們兩個 都成了一個 Fundamental Set of Solution 可是 我沒有說 只有他 或者是只有他 才是原來文化的解 他們兩個 都 不管Nu 是不是整數 J-Nu跟J-Nu 他們就是 Vecial equation 的解 那我們在這裡 跟大家強調一下 如果 Nu 不是整數的話 他們就是線性獨立 可是他們 記得就是說 Vecial Function 就是Vecial equation 那今天這段影片 我們就先講到這邊 那 下次的影片的話呢 我們就來跟大家討論 那 那當然很明顯的 就是我們要來考慮這個狀況 那就是說其實Vecial equation 它還有很多其他的解 那表示我們一定可以找到 其他形式的解 它也許就長的不是這樣 那當然你就會 預期你會有Vecial Function 那我們的 Second Kind 那 它的形狀長得跟這個不一樣 然後它跟這個呢 是線性獨立的 然後它也是 那個 Vecial equation 那我們今天這段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拜拜